好 继续再看到之前行政高等法院判决 花莲县地方税务局败诉 溢出征收的矿石税应该要无偿发还被征收义务人 也成为县员田玉昕惯性的焦点 希望县政府能够提出因应措施 日前行政高等法院判决花莲县地方税务局败诉 溢出征收的矿石景观税 应该立即无偿发还给征收的义务人 因为攸关数十亿的税款 地方税务局也感情上诉 对此先言田玉昕对地方税务局的作为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以为然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请你上来吗 姐说我觉得你很了不起 视法律为无物 你不用辩论 我知道你最大的 法律是稳定的 只是法院不沟通 我只想请问你 你上诉的历史费是不顾的吗 还是用国家的钱帮你打断施 没关系啦 不认错 本席很想知道 如果真的你的判决确定了 地方税务局还是败诉的话 那整个矿石景观税应该有和善 其实最惨的不是这样 是整个县补团队 再加上整个议会还有中央 被查的财政部 税务局都被你玩进去了 你知道吗 法律是什么 当然不存了 全部对你玩光光 坚持里面 他的里面不练在 两相对比 夫中其不失听 余今秤之 你懂这个意思吗 另外针对农特产品冷电设备的天购 也希望幸福能够加以重视 由于设备的引进 也会带动地方的就业机会 冷电系统的创新建立有其必要性 那农产品还有水产品 还有加工食品 甚至是药品或是化学制品的 在花莲大部分从原材料供应 生产储藏 运输之贩卖 贩卖销售等物流环节 为维持产品品质都需要冷电系统分工 现在的做法是放任业者的无政府状态 如果限不带头创新做 导入A1智能 这样呢 从订定条例前瞻筹款 产官协商城 加深冷电系统的各环节 不仅增大技术性的就业机会 而县补创造新的产官协市呢 有新的创业环境 还有新的投资标 还有新的技术工作机会 及新的商机 就会有新的产业链地方税收 现在搞不好还会带头领先全球冷电系统的技能 是关键 本期呢 建议创造新的产业结构 那给创新的环境 必不买规划 县业田信主要是针对 矿石景观税来进行质询 它则是希望县府能够以公平性 合理性来征收矿石税 建议创造新的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